首先拿到我们包装机所需要的一个包装膜的宽度 跟我们的对应的一个自带器的一个宽度 对应的产品就好了 然后拿到我们这个放膜支架 这边是固定的定时的 就因为我们是分钟的 分钟来达到这个最终的效果 然后拿到这个进行固定就行 两边推紧 然后把这个固定块上捡 再扭紧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膜站上面 方向的话一定要这个包装膜的方向是往这边走的 好 来到这边以后 首先第一步是通过这个放膜轮 先用这个感应这个接近开关 让它挡下去 拉开一点点以后 慢慢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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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一点膜下来 好 放到一定的长度以后 我们进行穿膜 从第二步从这个位置穿过去 穿到我们这个打码机的位置 从打码机的第一根杆子往下走 走过这个打码位置 然后翻过来 一定要平顺的穿过去 这个包装膜 好 这个穿过去以后 从这个杆子打码机的第二根杆子往上走 来到我们这个杆子这边 这边是活动杆子 好 再来到这一边 往这边穿 然后穿的话来到这边以后 我们进行通过接待器 穿过接待器 找到把剪刀 在我们包装膜上面 剪开一个尖形的形状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这个作用什么呢 它尖尖的一个角角 就方便我们穿膜的时候 好穿 通过尖尖的 通过第一个槽子 一直往下拉 而且拉的过程中 一定要这个膜 注意不要打折 不要折皱 两边不要折皱 包装膜 穿起来的话 就会折皱 穿膜下来的话 就会有点困难的 好 这样的话就往下穿 一定注意这个穿膜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往下拉的时候 一定 不要有干涩的 有干涩的话 都穿不下去 好 这样慢慢的慢慢的 往下 好点膜 往下拉 往下拖 用手的往下拖 很顺畅的往下穿下去 一直往下穿 穿到我们这个小细节 一定是手时候 一定注意这个切刀的位置 这个地方 好不要碰到 然后两张膜 里面的两张膜 里面的两张膜一定要对齐 两张膜在对齐以后 把这压膜轮 把它关上 把压膜轮关上 因为原来是我们穿膜的时候 一定要把压膜轮打开 这个这个是往上提 就是打开 往下压 就是把这个关上就好了 好 关上以后 我们用手轻轻的 把膜里顺 好这个是穿膜过程 都完成了 然后我们在屏幕上 在这个操作画面 按封合一下 将那个封口封上 然后再手动切刀 切一下 把我们这个切开 把这个切开一点点 然后单次循环 做两个袋 再点一个单次循环 再点一个单次循环 看一下我们做出来的袋子 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如果不符合 我们再进行 哪个地方不符合的话 我们再进行调整 就可以了